有些角色都試過是那個監製 真的貪你臭小子開電單車 有些角色 還有剛剛年頭播出那套關於交通景那套 監製就特地找我們幾個藝術同事 都有電單車牌的 我們玩得很開心 拍攝的時候很開心 大家好像很感情的兄弟姐妹一樣 所以那套戲劇拍完之後 大家都繼續聯絡 有加樂、榮、韋豪他們 幾個都是電單車發燒友 多數都是進去新界邊界附近 有一間叫法記士多 通常大家都不用約 鐵馬戰車裡的一場戲 在那裏很多這套品牌的發燒友 那些朋友在那裏 幫我們拍了一場戲 不用約 基本上很天氣 那二、三十架不是問題 可能比二、三十架多一倍都有 大家就聚在這裏聊天 吃早餐 那樣 電單車之外 燒槍 燒槍我另外一個興趣 所以我在參加附近之前 我在香港當兵 玩義勇軍 那時候就有機會 玩到很多種槍械 我自己也是槍會會員 很多時候都去練習一下 甚至乎現在我和朋友 有一間公司 我們又搞一些訓練課程 是去泰國的 那我就負責 就是教一些基本操作的 槍械基本操作的知識 還有一些技術 槍 那還有我也是另外一個 都是來不開制服的 我也是另外一個制服團體 就是 航行青年團 Air Cadet 那就玩飛直升機 公司很多劇 都因為警察角色 都是我扮演 那就是沒有 沒有 欸 對了 這個獎頒給你對了 叫做特警王 所以基本上 很多警察角色 大部分警察角色 都是我做的 而且剛才我提到 鐵馬戰車 那戲裡面 都很多 我們以前 做警察的時候 講的術語 或者我們做事的工作情況 那監製都想這套劇出來 是真實一點 說真的這套劇 我們都很 即自己本身 就算現在出街 都很多 反應提起這套劇 說 很多 不是看開電視劇 都追這套劇 甚至乎 有一次 這一個模特兒 那晚發佈會的時候 見到他們 會長 都聊天 我說對了 我們這套劇的監製都來了 他親身跟我們的監製廣華套劇 很好看 其實做一個演員 應該是多元化的 那我自己本身 就是警察 警察不用說 最多 一些紀律部隊的角色 我也有演過 醫生 醫生 以及律師的戲 其實 不簡單 因為很多醫生 都有很多專業的名詞 尤其是拍劇 尤其是現在拍劇 觀眾都證明了很多 他們都懂得看 那我們的監製都會 找一些專業的人士 給一些專業的意見 我們希望盡量出來 那個劇情是真實一點 大家也都看得有趣味性一點 所以寫這些 這些對白的 編劇 他們應該 他們會 整理得很緊 都有的 我試過演過一個 好處很簡單 沒有對白的 說我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我就 在病院裡面 我只看著鐘 甚至乎人家拿走了鐘 我都不停看著那個位 很難做的 哈哈哈哈 其實我在一些劇裡面 我都做過奸 我都做過古惑仔 在唐昌師姐裡面 我做過唐哥 大飛哥的手下 他兩個很出位的手下 其中一個 那些角色 那些其實都很 很free的 演得 記住我 我是爭守命 我是一個演員 我什麼角色 我都想做 都想試一下 不只是做警察的 哦